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底是哪个时代人 他们讲话比较优雅 比较美丽 比较有气质 懂吗 蓝头发 好好 现在就开始 其无厚乎 你全家死呛呛啊 耳之才施 受阻乎 智障哦 此言差矣 我觉得不行 无赏 八十有七 这我给八十七分 人而无比 无不喘死 做人的毛零毛 整个死死的好了 无言 孽深 我眼睛业障重 甘亲抵视 关你屁事啊 无奈 猫眼 谁的猫咪 老子都不老子啊 我爸都管不到我 你凭什么啊 不知如之所言 你讲什么 不越乎 你祖马没送 唉 真是朽木不可凋掖 笨土之强 不可污言 废物 圣神 太神了 言之有理 我觉得可以 如而送来 三十百八二 如生何其道 你在大声什么啊 龙兄 你有对子吗 你有freestyle吗 这不是瑞公子吗 来 龙公子 瞧你神采飞扬 喜上眉梢 肯定有什么事情 下个月啊 我就要当驸马爷了 有点紧张 那真是恭喜你啊 不敢当 不敢当 瞧你的笑什么东西啊 你最近又怎样 你拔谁啊 没有啦 我最近又拔到一个白富美啊 然后就少分都二十年了 哦哦哦哦哦哦有哦有哦 想不到 他最后还是离开 多情至古空于恨 此恨绵绵如绝情 说这是什么话 正所谓啊 天涯何处无芳草 今天我们兄弟俩啊 就喝个痛快 晚一点啊 带你去那个脆花楼 听说他们今天晚上的表演 好像还不错看 怎样无精打采的 你干嘛啦 失恋 哦 失恋而已 又不是没有失恋过 长大人了 再换一个就好了 走啦 晚上带你跑趴 对吧 走一下 不要啦 不要 不要假装啦 走那么辣 走啦 超辣 走啦 走啦 人烟火日当天 硕死流经之际 真让人欲震乏力啊 是啊 这天气燥热异常 真是让人心烦意乱 哦 不是寒流吗 怎么那么热啊 到底谁叫我们穿长袖啦 妈 蛋的好死啊 蛋的好热哦 干 干个水 历经天寒地冻 令人难以救助 真是 最近得注意保暖 真想念南方的天气啊 哇 你不刺骨 哦 好冷哦 我腿已经不是我的 哦真的好冷 背掉了 我屁股好像吃内裤了 可是我手不想拿出来 嗯 来XXQ了啦 你看那位姑娘 恶魔多姿 一笑清晨 嗯 难得 正所谓 窈窕淑女 君子好穷 哦 诶 反正有聊 诶 诶 哦 诶 诶 你看刚刚那位公子 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是啊 你看那一副正气宁然 相貌英俊 有一股气语非凡的感觉 难道翠玉妮 想与那位公子相识 你太大声了啦 我妈男的 诶 帅耶 诶 我可以耶 诶 我要胸肌有大打鸡 打鸡 所以到现在 各位同学是不是可以了解 古代那些文人他们的文学造诣 优雅的 高尚的 文学气质 而这些 都是我们现代人所欠缺的 我们应该更增加自己的内涵 更增加自己的涵养 更增加自己的文学修养 懂吗 懂 懂吗 懂 你是不是夹牙 没关系 我们继续 翠姐姐 我告诉你 我听闻那个公子已久 他诗钱 供应了我家的丫鬟 你看那个小头锐面 风流的灯土子 居然是其母闭眼 哎呀 真的是那个水辈 他真的是不死何为啊 诶 你没来啊 有些人好生吗 他不是劈腿林木星那个男的吗 对啊 那渣男的啊 那个王八蛋耶 那小辈子小眼睛 他真的自己又长得很好看哦 这种渣男肺 我连姐姐都懒得捡耶 真的啊 他超劈腿的 死死啊 他全家该不会都跟他长得一样 然后 哦 不要买人家全家 你腿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哦 乌烟 为何神情如此痛苦 唉 进入音乐室来 每逢这个时候 都会痛不欲生 真糟糕啊 是不是需要汤婆子 抑或是找大夫抓急铁药呢 啊 脸怎么那么臭 今天三明 妈 月经来超痛的啊 昨天还溢出来耶 真的 尤其第二天 哦 那个量有多 每次都用刷的 然后就算了 然后还会有血块 哦 血不开呢 哦 你身体不好呢 有血块 对啊 看这三明水秀的景色 可谓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啊 可不是嘛 龙兄 啊 翠儿 快帮我准备文房四宝 突然间啊 有灵感 哇 要准备来提笔啦 有有有有 这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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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厉害啊 这里厉害 这里厉害 快点来拍照 拍照 耶 不要比业 你十年后会后悔 爹 请听海耀溯源 还要想上京赶考 他日后当上状元 希望可以让你老人家 过上好日子 海耀 你有这份孝心 爹感到很欣慰 欸 玛丽啊 爹地 说一下哦 帮我说说一下 爸我要当YouTuber 什么YouTuber啦 YouTuber啊 就拍片给人家看啊 拍那个吃的给人家看啊 拍片给人家 人家是会想看是不是啊 会好不好 醒醒嘛你 上次我拍那个 你吃剩下的那包饼干 我把它吃完了 然后大家就一直看啊 叫我说下次要吃别的 对啊 他们很喜欢 你傻傻 那包饼干是来不在吃的啦 狗饲料啦 难怪你会爆红 笑语 海耳啊 爹 爹如此纳闷 为何如此岁数 却不到外头独自谋生呢 爹 您有所不知啊 海耳是一片苦心 希望可以留在你老人家身边 好好服侍您 让你想轻浮啊 是啊 老爷 难得少爷一份孝心 您真是有福气呢 嗯 你孝心最重要 瑪莉亚帮我转台 转台啊 好啊 这台好不好 下一台 下一台 二长 跟你商量一件事好不好 嗯 我想说哦 嗯 你已经35岁了 有好手好脚啊 怎么不去外面找份工作咧 对不对 哦 你在讲什么啦 外面工作很难找 你知不知道啦 我已经跟你商量了好几次啊 你也没看你去找啊 我有去找好不好 我每天都有去找 你没有看到 你没看到而已 哎 拜托 我就担心你们老人家 你以为我真的不想工作 我如果不是 因为你们老人家 关心你们 想说在家陪你们 不用啦 家里有玛丽亚就够了 你去外面找一找嘛 有啊 怎么会够 哎 做个什么也好 外面有多少老人家 没有那个儿子陪 我真正让你去 什么 哎 玛丽亚 你看一下宝宝什么 你都要带她去医院 玛丽亚带她去医院 你带她去医院 我去医院 不用你帮忙啦 我谢谢 看到没有 古代文人讲话就是这么的优雅 就这么的有气质 而我们现代人缺乏就是这些 现代人讲话 就是应该像他们一样 非常的有涵养 非常的有气质 而且没 那谁 那你 干什么植物人是不是 真的也看着我 过来 你上我课睡觉是不是 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展荣 徐展荣 你敢在我的课堂上睡觉 你是不是不想 混了你 你看看你的长相 我实在不想说你 上课睡觉下课尿尿 你整天脑袋里面装什么 装大便的浆糊 你吃什么长大的 我们看 你吃食长大的 上课睡懒觉 超级没礼貌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过来 站好 上课课 一个睡觉 两个笑笑 今天不给你们处罚是不行的 你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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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 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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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嘴 没有 好了 要出了命了 好了 要出了命了 要出了命了 董仔 你不要死了 我不行了 你保重 我有句话要跟你说 你说 华为 Mass Pro是一支懂你的手机 能AI智慧辨识13种物体及场景 包含人像 猫狗 美食 夜景等 而且拥有来看双镜头 拍照更美丽 好不好 我的问题 然后广告词给我讲好 好来 现场 5 4 3 2 因为华为 看 整个不对 我觉得不行 不然这样好 我想到了 我不行了 你保重 那我帮你拍最后一张照片 来 你看 多漂亮 真的 因为华为Mass Pro 能AI智慧辨识13种物体跟场景 而且莱卡双镜头 你看你气色多好 那我思荣淋漠了 都在 COP 导演 抢上这边很满意 那导演 我们就A copy的时候 我们再来 没办法 过不了我这款 男主角真的演得太烂了 可是导演抢上这边说就是 可以 我想到了啦 对啦 你不行了 你保重 那我帮你拍最后一张照片 你看你多漂亮 真的 因为华为Mass Pro 能AI智慧 演习13种物体跟场景 而且莱卡双镜头 你看你气色多好 我死也没目了 动作 来 看 我觉得可以 来很棒 高中哥可以哦 导演 厂商会说差别在哪 演员 我说过 演员很重要 华为Mass Pro 还能够防水哦 不保重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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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